你能明白吗 我的爱人 你就是那个 让我掉了心的人 你能明白我吗 我就是那个 为你迷了心的人 我在期待你拥抱 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 就让你知道我知道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支撑 我在期待你的一个 我期待你来爱我这一生 就让天知道地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你能明白吗 我的爱人 你就是那个 让我伤了心的人 你能明白我吗 我就是那个 为你痛了心的人 我在期待你拥抱 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 就让你知道我知道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支撑 我在期待你的一个 我期待你来爱我这一生 就让天知道地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 这种感觉 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不敢让你知道 直到那天 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 你突然跑来 向我说再见 看着你远去的背影 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 我真的好喜欢你 你知道吗 我在期待你拥抱 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 就让你知道我知道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支撑 我在期待你的一个魂 期待你来爱我这一生 就让天知道地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我在期待你拥抱 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 就让你知道我知道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支撑 我在期待你的一个 我期待你来爱我这一生 就让天知道地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就让天知道地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你对我真的重要 哈喽,大家好,我是Debra 欢迎大家收听我的频道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那麻烦你按赞,订阅,分享 那如果是在podcast收听的话 也麻烦给我一个五分的评分好吗 真的很需要你们的支持 我知道我的听众们都是默默的听 因为我看收听率还不错 可是我很少听到有直接给我feedback 那刚好前一阵子我还在想 我最近这么猫起来 这么认真的努力的做很多 以前不会尝试的事 就是要突破自己舒适圈的事 可是好像还没有听到 有一些大家给我的feedback 那刚好有一个朋友两年没有联络了 他发讯息给我 好开心哦 他跟我说一定是天使 要我来告诉你这些话 所以 那好,既然这样我就继续吧 不过我也很希望听到 大家的一些想法 feedback或是一些鼓励 好吗 好 那刚才大家听到这一首 我觉得非常好听的 你知不知道 那这是由新加坡的作词作曲人 李思松先生所作 那作词作曲都是他 那为什么我挑这一首 就是没有在演唱会上的 因为演唱会上大家都很熟啦 大家都很那个 我就是要找那种 嗯 我觉得超级可以 呃 代表90年代 那个时候张学友的国语歌曲 然后又不是在 呃 超级排行榜之内的 那这首歌很可爱 在里面有 呃 在剑奏的部分 他有口白嘛 就是用 有一些话 不用唱的 用嘴巴 用念的出来这样 我觉得好可爱 超级能够呃 代表 那个时候的歌 那 嗯 张学友是19 呃 八几年 应该是83或84 然后参加 歌唱比赛 然后 嗯 受到大家的 瞩目 然后知道 有 这个人 那可是我觉得 嗯 90年之后 才是 张学友真正 发光 发热 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他那时候的歌 是超好听的 而且他那时候产量 也是非常的高 嗯 我在一个 歌词网上面 呃 查到 张学友在 就是从 出道到现在 总共 出了 109张 专辑 当然是 国语 歌跟 广东话 粤语歌 呃 一起加起来 然后有 1584首歌 就将近有 1600首 的歌曲 所以 他的歌 真的很难挑 嗯 所以我还是找了非常久 那希望我今天的挑选 大家喜欢 嗯 我 我喜欢找 我认为 呃 可以代表 那个时代 还有代表张学友 的 这样类型的歌 嗯 那等一下 第二首歌 是 Alinda 那第三首是由 张学友在2004年 活出生命 live演唱会里面 他在那个演唱会里 他有比较多翻唱别人的作品 那我觉得他有一首歌特别的好听 是爱我爱我别走 呃 是翻唱张正月的歌 那我觉得 这首 嗯 也是很好听 他自己唱的版本跟 呃 原唱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 可以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那 嗯 我想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张学友 会让我想到要 呃 寻找 自我 了解自己 还有了解自己的优势 要放对地方 那 嗯 他从 呃 歌唱比赛出来 然后他也有一些 呃 电影演戏的尝试 那我想到 后面他应该自己发现 他好像 可能比较擅长 而且自己也比较喜欢的 应该是唱歌 而不是演戏 那我想在这边 嗯 那他的歌 其实有名的 很多 大家 去听演唱会 尤其是更喜欢他的吧 对吧 那我们没有去听演唱会的人 其实也是很喜欢他的 因为抢不到票好吗 嗯 那我想讲一下 他在1990年跟1992年左右 在香港 他演的两部电影 那第一部电影呢 很特别是 他 嗯 张学友跟周星驰 演过的一部电影叫 咖哩辣椒 90年 演的电影 那这是警匪喜剧片 嗯 那在92年呢 他 张学友跟 梁朝伟 也是一样 也是像这样子 就是警察的搭档 然后警匪 好笑的 就是阿飞与阿基 嗯 那英文是 The Days of Being Done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嗯 比较特别 可能大家不太喜 不太知道 那咖哩辣椒 我以前看过这部电影 我觉得我对 里面张学友好有印象哦 我觉得 很好玩 不太像一般我们 嗯 知道唱歌 他的样子 嗯 所以在这边 嗯 分享给大家 如果想要看看 那时候 90年的香港 长什么样子 然后90年 那时候的 呃 港 港片的警匪喜剧 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 那 嗯 那张学友呢 是在香港的四大天王里面 他是少数没有拍过电视剧哦 因为大部分 可能都有一些 拍过港剧嘛 那他是只有拍过 电影跟 哦 出唱片 那应该是他发现 他自己可能 嗯 喜欢唱歌多过于 演戏 所以才 哦 是这个样子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 很奇怪 为什么我都要介绍 那么久以前的歌啊 为什么不介绍他最近 是因为 我觉得这样子 才会看到他的生命轨迹啊 他以前的样子 因为张学友不可能 一下就是现在这样子 就是在台湾这个周末刚 嗯 开过他 嗯 开过他 60 plus 60加的这个演唱会的 张学友嘛 一定是有一个人生的历程 一个走过来的一个 嗯 足迹 嗯 那我觉得90年 那时候是他 开始 嗯 可能找到自己的 优势 特点 然后他好好发挥 那个时候 我觉得是 挺棒的 那后面当然 大家就 他更受欢迎 那大家就更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要讲一点 大家比较不知道的事 比较 比较好 嗯 好 那关于呢 这个 嗯 我觉得张学友 我还想讲两个部分 他比较特别 那因为我在 呃 之前 不是有很多 呃 比赛的 歌唱节目 要么想请他来当 评审 要么想请他来 也来 呃 来比赛 一下这样子 嗯 可是他都 不拒绝了 那他的理由呢 我觉得也很特别 那因为他自己 本身就是从 歌唱比赛 出来的人 所以他很清楚 歌唱比赛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觉得他 嗯 接受人家 访问讲了一些话 我觉得很棒 所以我想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那他说 他觉得参加比赛呢 就是 需要算计 就是你需要知道怎么样 才会赢的方法嘛 那他觉得 唱歌的时候是他 嗯 嗯 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表现 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评判 这是一个 他不想参加 呃 被别人评判的比赛 那另外一个是 人家请他去参加 嗯 当评审老师 他也不想 他讲得很客气 说啊 我不会教唱歌 可是其实 我觉得他是不想 因为他自己的一些 呃 评判 年轻人 新的歌手 讲的一些话 或许在过程中 有可能 呃 讲了一些 呃 伤到对方啊 或是一些 他觉得 有一些话 呃 可能 当老师的 就像我之前 跟小朋友讲话 其实我很注意 我的用词 因为我知道 老师讲的话 就是两面刃 你可以呃 称赞他 夸奖他 到对的地方 他会变得更好 可是你 用呃 可能另外 呃 比较 呃 负面的方式 去说的话 其实对 小朋友来说 是很大的伤害 那以我 这个老师的角色来 听张学友 讲这样的话 我觉得哇 他真的是 好细心哦 他觉得 他不应该 用他评审老师的 一些说法 然后去 决断这个 歌手的未来 我觉得 真的很棒 那像 其实 有些小朋友 他可能 考试 没有考很好 可是不见得 他对于 那一科的掌握 不太好 也有可能是 他不太懂得 考试的技巧 还没有掌握 考试的技巧 就像 要去参加 呃 歌唱比赛的 歌手 那 除了你会唱以外 你也要会比赛嘛 对吧 所以 这 这就是一个 问题哦 所以 张学友 他在那个访问里面 也有说 如果你喜欢参加 你就 就去 对 我觉得 可是自己要知道 因为有一些人 他比较不是 比赛型的人 嗯 有一些小孩 他是 嗯 欲错欲勇 他就是 要 跟很强的人 在一起 然后他就会 越来越厉害 那有些小孩 他是比较 不喜欢被比较的 所以呢 我觉得 像 我当老师的 嗯 经历到现在 我是会在 这方面 就去观察 小朋友 他是不是 嗯 不太适合 跟人家竞争 那 所以我觉得 在这方面 可能大家自己 也要去搞清楚 自己是不是 竞争型的人 嗯 就是 欲错欲勇 然后一定要 丢到 那样子的场合 然后你可以爬出来 然后你就是 诶 winner OK 嗯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 其实 要 嗯 思考一下 那另外一个 我还想讲 的是 就张学友 就是从 之前演电影 唱歌 然后 因为我之前 有讲到 就是 嗯 就是要教 年轻人 找工作嘛 那上一集 讲到是 取英文名字 所以我 等一下要放 琳达那首歌 呵呵 那 其实 我找 这些 有的时候 可能大家 要怎么去寻找自我 怎么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自己 自己的优势 到底在哪里 那我找到一个网站 他 这个看了我 吓我一跳 他说 请回答下面 这五十个问题 这样子呢 你可以了解自己 或是理解他人 那从你的感情 人生 个性 然后透过这些回答 去了解 背后你自己的事 五十个问题 嗯 其实我觉得了解自己 有很多方式 可是就是要找对 最适合自己的 那自己的优势 到底在哪里 放对地方 那有一个 自己很棒的舞台 那这样真的就等着 继续努力 发光发热 可有的时候呢 呃 站错舞台 也是很痛苦的事哦 嗯 所以呢 呃 接下来 嗯 或许我会找到 更适合大家的一些 嗯 内容 那我会在 之后的podcast 跟大家分享 嗯 好 那关于 呃 张学友的演唱会 我有一个 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在2016年到 2019年的期间 那张学友在 呃 中国大陆 他有一个 叫 A A A Classic Tour 学友经典的 世界巡回演唱会 那 这个演唱会呢 很好玩哦 总共有 233场 哦 人数高达 450万人次 嗯 那 在2018年呢 演唱会举行的期间呢 总共有超过80名逃犯 在场馆内被拘捕 就是说那些 那个被被通缉的逃犯啊 他冒着会被抓到的风险 他也要去听张学友的演唱会 嗯 所以我觉得 这真的是非常有趣 就 其他的 的 的歌手 开演唱会 有这样 就是可以 帮那个公安 那个 追捕 那个逃犯吗 好像没有听过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他真的是 太 太厉害了 嗯 好 那接下来 呃 我想介绍一下 就是 等一下要放的第二首 跟第三首歌 那第二首呢 Linda 因为那时候很 很流行 呃 用英文名字来当 歌曲 的歌名 那这首 Linda的歌呢 是在1993年的 文别的专辑里面 那 大家 如果 没有听过的 可以 呃 来听一下 就是什么是很90s 就是90年代的 的歌 嗯 今天我都有 有放到哦 嗯 那第三首呢 就是爱我别走 那原唱是张振月 作词作曲也是他 嗯 大家可以听一下 呃 不同的版本 有 什么 嗯 不一样 那张学友唱的是 真的 很特别 嗯 那他也很少 翻唱 别人的歌 所以我想 呃 在这里 放一个他翻唱别人的一个 嗯 代表作 让大家听一下 所以如果喜欢他 呃 的这样方式 可以去找 活出生命 live演唱会 的 呃 现场的 演唱会的 那个专辑 嗯 好 那今天关于 张学友 呃 所 的演唱会 呃 让我想到 触发到的 嗯 想讲的部分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咯 嗯 until next time 一脸的醉意 让我们更亲密 给你所有最浪漫的消息 谁都不可以 想要将你代替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 是什么道理 坦白也要勇气 对你一爱 已经无法言语 只要一结晴 就会开始心情 怕太早 从我怀里里起 冷的冷的 冷的冷的 你不要不说话 你的承诺 仿佛是种惩罚 怪我让你 也有一点增长 冷的冷的 冷的冷的 你不要太害怕 有多爱你 我还不会表达 没说的 你都懂吗 没说的你都懂吗 是什么道理 坦白也要勇气 对你的爱 已经无法言语 只要一结局 就会开始心情 怕太早 从我怀里里起 冷的冷的 冷的冷的 你不要不说话 你的沉默 仿佛是种惩罚 怪我让你 也有一点挣扎 冷的冷的 冷的冷的 你不要太害怕 有多爱你 我还不会表达 没说的你都懂吗 这样子 冷的冷的 冷的冷的 你不要不说话 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 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 琳达琳达 琳达琳达 你不要太害怕 有多爱你 我还不会表达 没说的你都懂吗 有多爱你 我还不会表达 没说的你都懂吗 琳达琳达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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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纔达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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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呀 安琪达琳 tarish 作为我一个人 迎面盼来的月光老成声音 漫无目的的车站冷冷的街 我没有你的消息 因为我在这里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此刻 再给我一点温柔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此刻 再给我一点温柔 我当的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 我不敢想的太多 因为我一个人 迎面盼来的月光老成声音 漫无目的的车站冷冷的街 我没有你的消息 因为我在想你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此刻 再给我一点温柔 爱我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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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爱我别走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此刻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此刻 再给我一点温柔 再给我一点温柔 爱我别走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此刻 再给我一点温柔 个休憨 温柔 免柔 我 都是 看我 她